为2012大选布局马吴最近形影不离 上午马总统就到五股实地视察 行政院长吴敦义也到场 现在外传了两个人连竞选定装照都拍好了吗 好这个访查过程当中还出现了插曲 马总统在台上演讲环保议题时 台下是突然冲出了环保团体举牌抗议 让现场的气氛一度紧张 被何抗议生就在马总统对环保议题 侃侃而谈时杀了出来 环保团体突如其来的抗议举动随乎超紧张 工作人员上前将抗议海报扯下 台上的马总统使尽全力喊出挺环保口号 依然压不住这场意外的小插曲 马总统走到哪就有行政院长吴敦义的身影 外传马吴佩怡连定装照都拍好了 我现在还没有规划 副手人选邮布还得筹措竞选经费 传出国民党向宋楚瑜追讨当年新票案的2.41 我们没有说要去追讨啊 有派调调游市长去沟通吗 我们早就沟通过了 谈了很长的时间了 国庆恩怨再度扶上台面 立委整合已经破局 还得重算新票案2-4亿这笔账 马总统还得先过 自驾难关 中心渝瑞伟高配容SNP小组 新北市报道